说好话 传爱语 马六甲慈季见习与培训日 4月份与郑宇为课程主轴 带动南马各据点335位 志工进行分战体验游戏 这很新的策划 尤其是我在这个见习培训里面 这个营队里面 有分战 让大家没有觉得这样闷 一直坐着 能够走这个站走那个站 然后分战来了解 实际的职业 主题方面也觉得是简单 但是其实学习上来是很难 但是问题是说 比上一次的上课 当然是说吸收会比较深刻 比较记得 为了达到进化人心的愿景 培育团队在今年改善 静态与动态课程规划 提升志工的学习精神 我们尝试的就是改变课程的内容 从以前播影片而已 我们就现在有让很多次让学员有机会去参与整个活动 他不只是坐在那边 只是看影片 听讲师讲课 就是很单向的 就是接受接受而已 他还是有双向的 而且上课起来会比较轻松 不会很沉闷 然后吸收的也会比较深入 因为很生动 精进求法 提升修养 朝向人心进化的方向 带新闻理睬金 陈佳生 那六甲报导